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廠效電晶體 在電晶體當中由於漏電較小 那它就成為電晶體當中主流 那以下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下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廠效電晶體 那簡稱MOSFET 它的結構眼鏡 Planer MOSFET 它是MOSFET當中 是屬於比較早期的結構 那它是一個四端元件 那什麼是四端呢? 那舉電容和電阻為例 電容和電阻是兩端元件 那代表說它們有兩個端點 可以連接其他的元件與電路 那MOSFET 它是 電晶體它的定義是一個三端以上的元件 那這三個端點呢 它們的功用分別像是 一個端是蓄水槽 一個端是水閥 一個端是出水口 那由水閥來決定 這個蓄水槽的水是否能流向 出水孔 那我們再拉回來 Planer MOSFET 它是一個四端元件 它多了一個端點 那就是Body 那Body的功用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我們可以從 我面前就是一個Planer的模型 從模型上我們可以看到 綠色的部分就是我的Source和Drain 就是剛剛提到的蓄水槽跟出水孔 而紅色部分就是我的水閥 也就是我的Gate 好 還有被 這個藍色部分就是Aside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說 一個晶片上面會有無數顆電晶體 那電晶體就會並排 然後這樣無限延伸 那所以這個電晶體旁邊是還有其他電晶體 那我就需要用藍色這個Aside 去把這個電晶體跟它隔壁的電晶體給區分開了 那我們拆解這個模型 我們發現說在Gate的正下方 它有一層黃色的 這個也是一個Aside 這Aside的功用就是 防止我的水從這個水閥給噴出來 那我在Gate端施加偏壓 如果這個水閥打開的話 那我的Caret就可以從Source流向Jet 那我的水就可以從我的蓄水槽流向出水孔 那這個Aside正下方就是我白色的部分 就是我的Channel Channel就是我的水管 那我的水閥控制的水管 那那個一個電晶體它基本操作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剛才提到還有一個Body 那Body的功用就是因為這個水管它正下方 它的那個電位都是未知的 那我在Body施加一個電壓 就可以避免整個那個Channel的Float 那個電壓的Floating